爸,爸你这样吧,你就放心啊,这个事儿十个月以后见,好的爸爸,再见 爸爸,啥十个月以后见呢? 来媳妇,来,你过来,我坐这儿 媳妇,刚才我爸爸给我来了个电话 你爸给你来电话,你坐我手干啥呀? 有你的事儿 是啊? 嗯 说吧 我爸说想让我们再要一个 我答应他 我刚才跟他说,十个月以后见,你懂吗? 你答应了,我还没答应呢 你要无土栽培呀 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这不是人家跟你商量吗? 不商 为啥呀? 人家,人家还得保持体型呢 大明 在这方面你尽可放心 你生不成体型基本上没啥变化 这家我还是挺小自信的 哎,等会儿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问你 你说 是不是你爸 要抱孙子 你才让我生的 没有 我爸还真没这么说 即使他有这个想法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你知道吗? 咱们 如果咱们再生一个男孩 咱们家就是龙凤城乡 如果咱们要再生一个女孩 咱们家今后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好 老公 你要是真这么想啊 那我就 好的 阿美 你 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要干了吗? 嗯,我要去趟药店 去药店干啥呀? 买叶丝 好的 去买吧 好 那我去了啊 拜拜 看见了吧 就我媳妇 生不生 这体格子就放在那儿呢 贼 他也贼 没贼呢 怎么办 当孩子18岁以后再出了 哎 什么造型啊? 起来行不? 怎么对了这是? 你看不出来啊 我被阿美丽给踹出来了 又为啥呀? 我刚才在屋里给他发了个微信 看完了他就急眼了 你可真行 两口在屋那还发什么微信 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我从网上看着呀 孕妇啊 多看一点漂亮小孩的照片 将来生孩子 哎那孩子就跟这照片小孩一样 啊 所以说我在网上就找了很多漂亮小孩 这照片发给他了 看完了他就急了呢 咔一脚踹我出来 18年以后再见 怎么会呀? 什么照片啊? 你看在这儿呢 你看看 我看看我看看 哎 哎 哎这多好啊 你看 你看这全是小男孩 多漂亮啊 哎呀 大姐夫 啊 坏就坏的全是小男孩了 怎么了 其实二米粒想生个女孩 她怀孕之前就跟我说她想要个女孩 哦 那你想要什么呀 我 干啥呀 我当然想要男孩了 你想想 生个小权润风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骑在我脖子上 到时候再接往邻居院前 我说 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小孩说 爸爸 不好啊 那你就直接跟他说 不就完了吗 我敢说吗 所以说我就用这些照片 进行无声的抗争 你求你那个死出 你还抗争 你那是作死 来来来 起来 不是让你离家十八年吗 赶紧收拾收拾 一走十八年 得准备不少东西 咋行 这么晚 你还真想让我离家出走十八年呢 哎呀 是不是啊 就这么点事 我一跟他说清楚 不就完了吗 我说不清楚 这么点事 怎么还说不清呢 这么点事 你就帮我扛一下呗 你不会是又坑我的吧 我没坑你 你就帮帮我吧 要不然我就得远出去了 就这一个事吗 就这一个事 不会是坑套坑吧 没有 就这一个坑 坑里边有水吗 汗坑 顺份我跟你说 这话我不是说你 怎么了 你说这么点事 你也让我替你扛 丢不丢人呢 以前你让我扛的那些事 不管怎么说 那还是有一些质量 你像我的家 你这么点事 一点挑战都没有 哎呦 这种事有什么可扛的 那大人 把二米叫过来 好好好 我给你搞定他 好不好 那是什么 你把这个给我发过来 照片发到我手机上 走 发过去了 走了 收到了 照片啊 把他叫出来 给我30秒 我还你一个18年 天哪 30秒 好嘞 二米店 挑战都没有 媳妇 喊什么喊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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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喊我啊 我不是 赶紧的 18年以后再回来 哦 站住 二米 来来来 大姐夫跟你说点事 说什么呀 二米啊 嗯 这些照片 是我发给钱顺分的 行了 怎么着还不信吗 谁信呢 哈 物证 人证 被害人 全猝齐了 不是 大姐夫 你说你说你是不是闲的呀 怎么呢 你没事存这些照片干啥呀 我有用啊 啥用啊 怎么就许你们生孩子呀 我告诉你 我正式宣布 我和你大姐 要再次扬帆体诚 我们准备要二胎 我跟你说啊 我听人家说呀 看什么生什么 前一个咱不是女孩吗 我就想再要个男孩 所以我就给他准备了这么多小男孩的照片 明白了不 发错了 发到钱顺分那儿去了 啥你大姐 这扯不扯 我还误会我们家钱顺分 这一交给我的 我估计够呛 没事吧 没事了 媳妇你回去歇着吧 不疼吧 没事 你都踹习惯了 回来 回来 哎呀 大姐夫 怎么样 瘸了 大姐夫 多长时间 卡表 26秒4 你看 我说什么来的 你30秒啊 一点挑战都没有 大姐夫 大姐夫 你替我看 我突然想起个事 来来来你坐 我问问你 有趣了 哎 哎 说 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大姐夫 嗯 作为我大姐的亲妹妹呢 那么问题来了 请说 你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的事 我大姐知道不 当然 必须知道 明白不 我已经跟他声名了 我说必须是男孩 明白不 啊 你懂了吗 懂了 那个大姐夫 那要作为你的亲小姨子 问题又来了 嗯 那你说我大姐万一没生好 生个女孩 咋整啊 那不行 那不生虫了吗 生了 你明 大姐夫 干什么 你别说话 正在有趣的时候 你别管生不生虫 嗯 我就问你 要是生女孩 咋办 大姐夫 你别说话 你不可以不 正在有趣的时候 干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 嗯 我告诉你 二名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大姐的生活将会非常悲惨 大姐惨到什么程度啊 办她做 晚她 避她踏 现在不也是她吗 谁呀 所以想来还是她 哎呀 样式 大姐夫 嗯 爷们 我最后再问你个问题吧 好 你知道我大姐去哪了吗 去哪 她在配合我 去药店买叶酸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最惨的时候 看见吗 最惨的时候 哎 哎 我的天哪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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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 你可得挺多 大姐夫 大姐夫 你得坚持到底啊 是不是 不能说瞎话 说瞎话是容易到天谴的 哎 怎么你老说瞎话 你不到天谴呢 我没说瞎 赵刚刚站起来 你站起来 媳妇 你听我跟你说 好啊你啊 你口口声声说 生男生女无所谓 还什么草原小姐妹 给叶酸 给给你吃了吧 我吃她也没用啊 怎么没用 你不喜欢男孩吗 你自己生个吧 无土栽培吧 十个月以后 六十年以后再见吧 欠缸 感谢观看